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好 亲爱的全国投票 欢迎收看今天的金钱到 那么领先股是率先来做单独的表现 今天最大的特征就是在于 上升的加速变多了 其实很明显 上涨的加速是比较多的 那么尾盘这里有一个贯押 所以这里还不是一个完全的买盘进场 因为这里有一个重点 大家看一下 今天收了一根小红嘛 对不对 那这小红有造成部分的股票 在上涨的过程当中 是预约过前面的高点 但并不是每一档股票都是这样 所以我们才会讲说 这叫做领先的股票来做单独的表现 所有的股票它要大涨的时候 一定有一个先前的动作 叫做什么 创新高 所有的股票在大涨的时候 它一定会有一个动作叫创新高 这个创新高可以是历史新高 比方说中兴电 我们来看一下中兴电 假设我们用月线去看它的话 实际上它这一轮能够大涨 是因为中兴电创了一个历史的新高 对不对 历史的新高 中兴电事实上挂牌的时候 要推推到民国84、85年的时候 中间大概来来回回整理的大概有20年的时间 23、24年的时间 对不对 实际上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这个更小的区间里面走 在这个更小的区间里面走 如果说你要抓一个比较大的范围 很明显这边有一个回撤 过高的回撤是这个大N字 月K线也可以是一个大N字 对不对 所有的股票都一样了 你就是一个N字 直到你失败变成下N字 就结束了 你像这里变成一个下N字就结束了 这里是一个正的N字 所以它是一个正的N字 你只要每次回挡的 这个位置比前面高 它的波段就一直持续下去 所以所有的股票你要大涨的时候 不管你的题材是什么 你一定会有个动作要创新高 不管你的题材是什么 假如你连前高都过不了 你不可能是大波段 如果你连创新高的能力都没有 你不可能是大波段 所以这个就是 来跟所有的投资们讲一下操作的心态 没有错 我知道很多人会喜欢买在底部起涨的时候 但是你买在底部起涨的时候 我举个例子 好比你买在这里 有意义吗 那里是民国几年的时候 98年的时候 这一整坡中心电的起涨 是在民国98年 13年前 这个位置 你说你买在最低点 这个最低点是中心电 最低点在什么地方 我稍微看一下 应该据 我记得没有说是12块左右 10块钱嘛 对不对 最低点在10块钱 刚好10块 守住票面嘛 所以中心电买在10块钱 然后报大概12年 98到现在14年 报到第12年的时候开始起涨 可是相对来讲 假设你中间不报这8年 你选择在什么时候买 创新高之后 你在40块买它 40块左右 那人说老师 这个涨400% 你买在这里 你创新高之后拉回买在这边 可是你看 你如果买在那个地方的话 你只要报不到一年 你就直接赚两到三倍 哪一种比较划算 报八年 然后 报八年涨三倍 跟报八个月涨三倍 哪一个比较好 显然是后面这种比较好 也就是说创了新高以后 它速度变快 那有的人就提到一点说 也不能以创新高 作为股票会涨的依据 这句话其实讲反了 股票没事不会涨的 股票没有事 它不会涨 如果你不知道它在涨什么 如果你因为它在炒作 那就代表 实际上它背后有一个 你还不知道的原因 对不对 比方说像除能这个事情 三年前大家就知道了 它就涨第一段了 后面这一段只是加速而已 卖电的那个题材 其实三年前就已经讲过了 这一轮只是把它做一个实现而已 所以所有的股票 它大涨的时候 都一定会有一个创新高的动作 拉回来结盘这边 因此的话我们说 为什么领先的股票 各股表现 因为你大盘没有创新高 你这里有一个问题 今天收益跟小红 假如礼拜一是 没有开一个高盘 开一个小低盘 我们用这个电脑来讲 因为你尾盘掉下来 是表示什么 有当冲卖压 有当冲卖压不是坏事 你知道为什么 有当冲卖压不是坏事 因为今天有人 开低之后去抢 拉上来以后嘎掉 那打算等到礼拜一再说 今天尾盘卖掉了 礼拜一会买回来 对不对 如果你又开低 它又会抢一次 但是呢 就是说下礼拜一 在反攻的过程里面 它要有礼拜一跟礼拜二 要有一个收到这一根 红棒糕点的上方来 叫做什么 像这个嘛 对不对 这叫日出嘛 这两根有什么不一样 对比一下这一根红棒 跟这一根红棒 很简单嘛 你隔周 你隔天有没有攻上去 对不对 这一根红棒也可以是红棒 这一根红棒也可以是红棒 但是接下来如果灌一根黑棒给你 那就代表什么 代表弱势的股票 还有一个低点 所以行进间的红棒 它不是不能够买 如果你用指数的观点来说 这一根没有日出 它不能够买 这逻辑对不对 当然错啊 因为下一波的领先股 会在这一根红棒就诞生了嘛 就是说这一根红棒 它虽然不是指数的表态 对不对 但今天一定有股票是创新高的 领先大盘 表态越过前面的高点 然后展开大涨 而且是我昨天预告过的股票 是政策股来回操作的下一棒 我昨天有预告过 这就是我解盘的大概了 所以还是回到这个重点 叫做什么 选对个股比指数重要 指数不重要啦 你也不用太过于去 跟我讲说这个指数会上万六 或者说涨几点那样 那真的不重要 指数一点都不重要 其实你可以把这句话写在电脑上 指数不重要啦 指数是拿来当做一个什么 拿来当做一个对比值 当做是班上的平均分数嘛 如果你要买的股票 一定是班上最强的同学的话 那就代表你要买那张股票 一定比大盘强 什么叫比大盘强 你要有一个比较的标准 所以我才会讲指数嘛 好那我们看一下 所以我们看到大盘呢 事实上在这个日落之后 还没有正式日出嘛 一直都在一个瑕福范围里面 那你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形的话 这也就不能被灌下去了 很重要 因为这里有一个时差对不对 这个时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 为什么没有形成 因为这里有一个时差 可是隔周没有继续跌嘛 所以如果你不动的话 三周之后这个周KD 自然会到50这边 再交叉一次就救回来了 它是在做时间修正嘛 因为KD的指标它是 如果你不动它会慢慢回到零走嘛 看起来是一个交叉 其实是假交叉 那你不能够收下来 你收下来的话就变成什么 月级别的日落 那你就变真交叉了 好那我们来讲 所以说来回操作一定要先做什么 比大盘强的股票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今天的族群 第一个有工业电脑 好这工业电脑新的嘛 再来就是那个 Google不是出了一只新的折叠机 有没有 今天有折叠机的族群在涨嘛 好那我们看工业电脑 这个显然今天有留一个上线 不是坏事 那五峰也是一样 今天有人抢嘛 那尾盘有人做获利了解 那再来就是我昨天来跟各位预告的广达了 伺服器为什么最重要 伺服器绝对是最重要的这个族群 因为市场上对于AI的热情 可以把它放眼到未来十年嘛 你现在所有人在买的东西必须要有梦 那当然不是有梦就一定行 那你要给市场上资金有一个挥发的空 发挥的空间 第一季既然涨了IP对不对 所以你看今天创意有上来 还没有结束 创意这个要越收越高 AI才会热 因为你现在市场上把伺服器跟散热 伺服器散热还有IP全部都绑在AI身上 好那我们看 市场上要如何把这个资金给做一个释放 那这广达 广达事实上它除完息之后都会有一个买点 这个是熟悉广达的人应该有的 应该不用我多说 你大概都知道 如果你真的有在做的话 那为什么我对这样股票比较熟 因为今年以来我们对伺服器是下了很大的心力 现在盘面当中只有广达 然后伪创 那当然以前大家都讲技嘉技嘉板卡板卡 其实你不要忘了还有技嘉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今天早上开盘出来以后 果然一马当先攻掌体 今天早上还没有锁上去的时候 一定会有人很担心 如果广达没有锁住 会不会报历史大量 会不会 到这个地方就快要报大量了嘛 如果它锁不住就下来 量就爆出来了嘛 那这里就带出来一个重点 为什么一般人这么怕爆量 你有想过你恐惧的根源在哪里吗 你想过吗 你到底为什么怕爆量 你到底在怕什么 你怕什么 你对于爆量的恐惧的原由是哪里 是你20年前的经验吗 还是你30年前的经验 还是电视上的头顾老师教你的 爆量根本就没有什么好怕的 重点是爆量之后市场上的反应 而不是爆量这件事情的本身 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广达 消息出来了 那公布主要是第一个 毛利约上来 那我们来讲几个事情 那么大概在差不多两年前 曾经有一位大姐来找我们 当时她的态度很简单 因为说广达好像刚占上50 那50是什么你们知不知道 占上50就创历史新高 这位大姐其实广达她爆20几年了 那如果说市场上经验 有超过20年的朋友 你应该知道 当年的广达是800多块 以前NB那两支有当过股王 一个是那个谁 那个华硕嘛 但因为华硕你看不到 它以前的价格 华硕它收回资金过一次 它减资过 但广达它没有这个操作 所以广达你现在用电脑去叫 你还可以看到20几年前 那个价位800多块 做NB那两支 那台湾刚开始有OTC的时候 那因为大姐她当时就买了 后来因为她结婚了嘛 那生小孩 照顾小孩就没有再做股票 因为她发现说 做股票财务的波动很大 她觉得她大部分的钱 要留在小孩子身上 预备有什么资金需要 万一她生了一个天才 需要出国怎么办 对不对 那这大姐真的是 照顾小孩也 没有让大家失望 后来两个小孩子 书念得很好 也很有成就现在也长大了 前一阵子 就是在广达又重新 占上50几块的时候 然后她说她要开始 帮自己做股票 过去20年都把人生 奉献给小孩嘛 对吧 很多父母亲 其实都是这样 这个你有带过小孩 你也知道 小孩子就是 也需要很多钱 慢慢把他们养大 那么 后来她又回来看股票 已经是二十几年后了 然后我就问她说 你为什么买 她说想不到这二十几年来 配股配息都已经把钱 搬回来了 那她后来就研究 现在的台股 她又看很多投股节目 然后她就看美国的CPI 哇这个是现在的显学 二十几年前你问投资人 她哪知道这个 然后鲍尔讲什么 哇对美国的FED 然后什么样升息 然后什么通膨 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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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这个如数家增 很认真 可见得就是 她退休以后 然后小孩子也大了 很认真做功课 做股票很认真 但是 她发现说好像也 不知道该下不下这个 这个决定 因为她前一阵子 最红的一件事情 两年前最热门的一个话题 就是600块以下 台积电该不该买 那有人说是买点 也有人说台积电500块是买点 也有人说破500块还是买点 550是买点 都有了 所以她当时就想要把广达卖掉 去买台积电 台积电刚好占600块 那很多分析师都说 1000就要来了 那我就跟她讲 因为你台电那时候在600 还没有破600 已经横向一段时间 但是广达上了50 刚开始加速在涨 你做股票应该是说 假设两支股票都很好 你应该是要留着正在涨那一支 然后呢 没有要涨的你先不要买 对不对 那你怎么反过来呢 反过来就变成说 你先买那个正要跌的 然后正在涨你把它卖掉 那她就说 那那个她就问我说 蔡老师这不是叫做 危机入市的低阶吗 可是这有点问题啊 因为你 你的钱有可能摆在那边就不动了 你可以危机入市低阶 前提之下是你要有30亿嘛 你手上不是30亿啊 你是三五百万而已嘛 对不对 你应该是要正在涨的那个抱着嘛 结果前几天上个月回来 他就来跟我讲说 广达已经涨到100多了 非常的感谢我了 这整件事情是这样子的 那我又跟他讲说 你如果说已经配股配息20年了 你应该到除完息 还有一个高点嘛 对吧 他就说 可是上涨的动力来自于哪里呢 因为当时为什么人家叫他卖掉 是因为疫情期间很多人说 NB的需求来自于远距办公嘛 等到大家NB买好以后 NB就掉下来 所以我其实她小孩子也长大了 今天广达涨停上去很高兴 我们大家在那边聊 那小朋友我就跟他们讲说 你在涨的时候 市场上的分析师 一定都很有才华啦 很多的市场上的分析师 是很有才华 自视甚高 他会告诉你说 这个是因为当时远距的教学 然后NB的需求 那因为买完了以后呢 这个需求就会暂时下降 等到这个疫情结束了以后 就会怎么样怎么样 他就会打回原形 然后加很多 那我就跟他讲说 你讲的这个东西 叫做分析师自己的看法 但是股价的表现代表的是 市场背后的看法 对不对 其实伺服器的需求已经上来了 那AI有没有带动 也不需要其他厂商自己出来讲话 报价自己才会讲话 对不对 要不然你为什么涨 广达今天果然涨停板 要不然说一般人来讲 他不相信 后来我跟他讲说 像我们这个节目你仔细看 我不会随便乱讲 你说广达这种股票 能够做到 当今全台湾能够做到 预告他能涨停的 我自认为 我自认为 除了蔡振华 我没有看到别人了 真的 然后他就跟我讲一件事 大姐说 老师那当时 广达在那种 二三十块的时候 早点认识你就好 我就跟大姐讲一句话 你不要想那个 因为你人生的成就来自于 你把这个家庭顾得很好 而不是在于像其他的人一样 研究半导体 研究迁进制程 研究Samsung跟台积电 谁赢谁输 研究美国股市 半夜在这个地方 看这个报额讲什么 然后这个谁的本益比比较低 要买哪一支ETF 汽车股怎么样 接下来 如果你是这样子的投资人 我就把我送给大姐这句话 我讲给各位听 关于选股操作这件事情 你交给我就好了 剩下的时间拿去跟你的家人相处 时光是不会盗回的 赚钱每天都有机会 但是小朋友的成长只有一次 我这样讲对不对 你神更会把时光盗回 只要你方法对了 你从明天就可以开始赚钱 你要不要信 只要你方法是对的 你从明天就可以开始赚钱 但是你绝对没有办法回到 那个最没有办法回到的时光 对不对 我这样讲对吧 所以你们要把握我们这一次 母亲节的活动 对不对 这个广达就足够让全天下母亲感动 真的 广达今天涨停 11点钟的时候还有很多人在说风凉话 说今天会什么暴力死天亮 对不对 没有能耐的人 他的问题不是出在于他自己没有能耐 是在于他不学习 你可以学习 就比方说你跟我讲一句话 30年前我会说你是对的 但是现在时代变了 现在有隔日冲有当冲量 你解读量的程度 的层次已经跟当年不一样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逻辑 它就是在越过了50块这条线 开始加速的 当年850在这里 过了这一条你还原权值又除息 因为以前有配股票 所以他一张也变不止一张 你把还权回来你看到没有 三次不过 这一次过了吗 他在这个地方创新高的时候 说要换台积电 开什么玩笑 对不对 你等到这里先赚个两三倍 你再回去买台积电都还不迟 股票要做他最好做的那一段 如果你今天是个短线客 最好做的地方在哪里 当然是广达个股期 这更快 这个涨的速度是个股的四倍 你杠杆要打高涨到快五倍 没问题 你这一根拉上来 大概等到 大概相当于30年的殖利率 三分钟大概相当于30年的殖利率 三小时相当于30年的殖利率 对吧 一根红棒 天下就是你的 那我们看一下伟创 今天也受到激励 这个早盘还有一个低点可以买 早盘还有一个低点可以买 好那这个是其他的强势股都被带回来了 那现在接下来重点几个 伺服器它有相关的 比方说AI概念 它有晶片 所以伺服器之前有带动什么 散热 再来我们看一下JPP 这也一样 对 这逻辑没问题 因为强势股在最后补跌的过程当中 拉了一根黑棒 对不对 今天几乎都补回来了 所以我们的政策股来回操作 持续要跟大家做一下分享 运用这次的机会 今天就是我们母亲节活动最后一天了 那我们礼拜一要带各位进场的新股票 好好把握利用这次的活动 大家可以轻松来做参与 天底下这些事情交给我们 对不对 然后你应该要做 最应该把握的人生选择 好我们先进中 稍微下回来 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另一途台湾 放点世界 每个数字的跳动都是金流 人生每一步都是投资决定 与非凡商业台定监作战 才能看得更远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强之谷拉回就是来回操作的机会 比方说你看 见机过前高拉回来第三天 今天是不是买单就进来了 也不需要成交量 为什么需要成交量 对不对 不需要 你爆量还是可以救回来 所以温馨五月天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来回操作的意义比一般的想象的大 如果你每次都可以赚到500 其实15000到16000就已经到17000了 把握这个机会 举例来讲 打回来低档区的 你看昨天利空不跌 今天反而上涨 对不对 那是不是就是一个来回操作的机会 再来我们看一下 今天的话 雅翔续创新高 照例 这是折叠机当中拉出第一根涨停的股票 新贵里面也有一档 然后另外是包括新日新 电源管理IC 这个是智新 你可以看到 回来侧际线的股票很多在昨天这根守住了 它本来就是开高 今天只是回到昨天开盘家附近 多走一趟而已 那就盘洗一下 很多妈妈其实没有办法忍受洗盘 这种事情交给我们就可以了 创意刚刚讲过了 你看三顾 对不对 实际上是在创新高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安晴 这个是工业电脑 AI电竞 这个持续往上过 挑战前面的高点 现在注意一下因为挑战前面高点的股票越来越多了 你看像市电 它洗三根其实最终还是为了再次挑战前高嘛 所以每次的拉回 不管是单根开高走低 或是这个地方看起来有点像是 这个高档出现这个三颗星 那其实都有机会 来回操作意义比大家想象的大 这个就是我要再讲一次 那你看华晨 有没有 对吧 定影投控 几乎礼拜三礼拜四有杀下来的股票 就是礼拜三当天有爆量的股票 你看今天几乎都收回一半了嘛 好那今天最新的是大同 它也是一样有充电桩跟绿能 事实上这个集团它对于这个充电桩绿能 有它的布局 所以能够抓到新起来的这几只股票 就是你下个礼拜的机会 政策股来回操作 这一波没有做到的朋友 欢迎大家利用这个机会 那这是我们活动的最后一天 从今天的走势也看得出来 强势股是领先大盘创新高的 那么当大盘在拉回的时候 就是强势股拉回的时刻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在周一周二去把握的话 其实下一波的股票 就有机会在下个礼拜创新高 好把握这个机会 选股操作交给我们 本公司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不复当知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请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前线评估 因此负投资风险